大家裡面需要做哪些事情 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消貨單裡面 我們第一個完成 單號先不要動 因為單號最好不要自己填 不然的話以後 這個很容易填錯 那我們希望知道訂單日期 所以最好是自動代 自動代 那自動代當然我們前面講過 你可以插入函數使用 那個日期時間函數裡面的哪一個呢 Today 其實用Now也可以啦 不過Now等於是多時間沒有意義啦 其實那這邊我們用Today按個確定 然後自動會帶出今天日期 再來的話呢 普通鍵 什麼什麼 那我們可以在郵件裡面 把這邊呢 因為你要帶一個下拉清單 那我前面講過 下拉清單我的習慣最好是建立一個 定義一個名稱 那個名稱就是一個範圍 然後再把那個範圍的資料帶到裡面去 另外 另外其實也可以如果你希望多一點 甚至可以 多留意 甚至你可以把整欄 然後把它帶過去 那我們現在因為資料比較少 所以我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呢用資料裡面的那個 資料 跟著一下 應該是 先定一個名稱 所以呢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把它的名稱呢 變成一個性值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看到有個性值的名稱 剛剛建立起來 它對應到的就是這個範圍 OK 那我們按個 直接到這邊的話 就可以吧 把它在 先定義名稱之後 再切回來之後 再到什麼資料裡面的 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裡面的話呢 那我就來源 把它 改成用F3 剛剛有個性值嘛 OK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我這個下拉清單就出現 另外呢 你會發現交互日期這邊 有一個什麼普通電帽 實際上就是提示訊息裡面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就是 如果你在提示訊息裡面 上面這邊 它會有個標題 底下會有個說明 那因為我們已經 預先已經填上去 所以將來如果你需要這個清單的話 那你可以 自己再 把它輸入上去 可以讓使用者知道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當我下拉清單之後 幾天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日期加幾天 幫我填到這邊 但是我們可以兩種做法 一個是如果我不避開六日 也就禮拜六 禮拜天也有上班 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是 避開六日 和國定假日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可以擦環數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地方哪一天的話 是 這一個日期 加上 這一個去查詢什麼呢 查詢 邮件裡面 OK 那邮件 我看一下 有沒有定義好一個名稱呢 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沒有一個邮件 點一下 有 已經有了 所以你不用定義了 就叫邮件 邮件 對應的就是這個 對照表 那我們可以呢 就是 消貨單裡面呢 第一個是 沒有避開六日的話 就等於 哪一天呢 等於 今天 再加上 幾天之後 但是幾天的話呢 其實實際上 我們要去用這個 去查 查什麼呢 查郵件嘛 所以 我們可以再 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v乳函數 所以 前面講過嘛 減四語三道裡面 有個v乳函數 他會幫我帶過來 那查什麼呢 查 這個 極件 去哪邊查呢 F3 F3呢就到郵件裡面查 如果你不確定郵件裡面的 藍位位置的話 你可以 點這邊 再點上去 他會跳過來 那我要查的在這裡 極件幫我帶 所以查一定是查A藍 帶的話一定是帶哪一藍 第2藍 OK 那比對方式完全比對 有數0 這樣的話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因為 他查回來是2 所以他把什麼呢 把這一天加上兩天之後 那就是4月4號 不過4月4號剛好 固定假日 怎麼辦呢 所以 我們需要 避開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避開6日的話 第一個 當然你可以用什麼呢 如果假如 我不要這樣子 我希望能夠幫我避開6日 那如果要避開6日的話 特別注意 做法 就把它刪掉 做法2 第2種做法 你們可以想到 如果你要避開6日的話 請你插入一個什麼呢 日期時間裡面 有一個叫workday 這個函数 不過呢 workday裡面的話 他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 請問一下你哪一天開始 剛好就這一天 有沒有 star day 有沒有 第1個 star day OK 所以我就把這個選過來 star day 從這一天開始 幾天之後 幾天就是這個 用這個去查 對不對 用vital函數去查 另外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其實 如果你選了workday的話 它本身已經會幫你避開6日了 所以你可以不用擔心 禮拜六、禮拜天 但是如果你有holiday 這個holiday呢 其實在我們這邊指的就是 國定假日 或者是說你們公司的休假日 OK 這個holiday指的當然如果你們是跟著國定假日走的話 那你就是 那個 就是那幾天 那比如說呢 我們這邊holiday 應該放哪裡啦 假如說我今天 因為我們應該 我們的國定假日 不是 這一天 這一天 對不對 還有這一天也算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已經 補上班 所以理論上這三天 都不是6日 所以如果不是6日 可是卻休假的話 那你必須怎麼樣 必須 自己建一個holiday的清單 那因為 我這邊簡單一下 因為 你可以自己建一個 4月幾號呢 4月4號 到4月6 5號6號 這幾天 可是呢 你會發現呢 如果是7號8號 你就不用了 因為7號跟8號本身就禮拜六 如果你本身就禮拜六 禮拜天 那你就不用加在holiday清單裡面 因為加了等於多加的 他不會影響 OK 也就是說呢 你們將來如果說 他不是禮拜六禮拜天 可是卻休假的話 那你就自己再建一個清單 那個清單的話呢 就丟給workdays workday 函數 他就會幫你 把它避開了 OK 所以呢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是holiday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這邊的話 就是一個 也許就是 holiday的那個清單好了 holidays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這個清單 那當然你一樣可以建一個名稱 名稱部分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頂端列 OK 然後 我們一樣 這邊的話 查入函數 然後呢 你就是 用workday OK 然後呢 我第一個 start day 就這一天 幾天之後的話 用這個來查 所以我可以 再到這邊裡面 用 用viro函數呢 幫我查一下 極限這個東西 F3 去幫我到郵件裡面查查第2欄 跟剛剛一樣第2欄裡面 比對方是零 OK按個確定 他幫我查完了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查回來 這一天 Holiday我還沒加 按確定 極限 2號到4號 2號到4號 你想說 這個地方2號到4號 4號 可是問題來 其實他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 如果兩天之後 沒有碰到6日 所以他不會幫你避開 那 可是問題 這三天我們是Holiday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再把它加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喔 Walkday裡面呢 你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把你的Holiday加進去 那因為我剛有建立一個名稱嘛 所以按F3 這邊有個Holidays 按個確定 他就會幫你在 這個中間裡面呢 有沒有 是 那個 假日 剛好4月10號4 4月5號也是 4月6號又4 然後所以他一直往後7 禮拜六 8 禮拜天 他都避開了 所以特別是Walkday會自動幫你避開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那 禮拜六禮拜天一定是避開 可是 除了禮拜六禮拜天以外的日期 你就自己建一個Holiday的清單 然後呢 把它選過來 選完之後的話 我們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應該是4月9號 OK 沒錯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啦 Holiday這個函數 還蠻重要的 尤其如果你非工作日的話 那禮拜 還好他是禮拜六禮拜 剛好美國的 他們也是 週休 二日 剛好也是禮拜六禮拜 但如果說你們公司 剛好跟人家不一樣 那你就不能用Walkday 有些好像是禮拜六一定要上半天 跟以前舊字一樣 那當然你的規則就不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我有多增加了一個那個 就是 Walkdays 就是在這邊旁邊 但是未來你這個 這個清單你可以擺 別的地方OK啦 不一定要擺在旁邊 你可以擺在另外工作表 裡面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如果我這邊下拉清單 五天 有沒有 一天的話 一天應該不會碰到 4月3號 就明天 OK好 那他沒有碰到就不會 再來的話呢 我第 這個客户部分要自動帶過 那個什麼呢 這幾個清單的話 那我在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當然 我需要在這邊下拉清單 所以 客户我看一下 客户裡面有沒有 好像已經有了 所以 這邊已經有個客户了 客户在哪裡呢 不過好像 所以這個好像是其他的 所以這邊我看乾脆把這些 你們待會把這些 乾脆通通都把它刪掉了 我們重建好了 不然的話 有些有有些沒有 就留下剛剛這些 因為H可能是我們那個外部檔案 可能換的位置 那所以呢 待會也許 這個客户部分的話呢 當然就是客户編號 乾脆就建4個算了 就選這個範圍 然後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就OK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底下自動增加的話 那你就怎麼樣 把這個整個選起來 從選取範圍建立 一樣是頂端列 不過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樣是頂端列 它會自動幫你 把底下的空白選 也就是以後你增加的話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補上去喔 可是特別注意 有一個問題 你這邊的資料 盡量就是說 不要增加一些什麼 像這個格式 或者裡面已經有曾經加了一些東西 因為你加了一些東西 又把它刪掉 它會認為有東西 你會發現很多空白 所以怎麼辦呢 理論上最好是重新開工作表 重新弄會比較好 或者的話 會有遺留一些空白的問題發生 那我們先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先 用已經有資料部分 然後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吧 按個確定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客戶表 也許這個 這個範圍的話呢 叫客戶表 把它建立一個名稱 直接在這邊給一個 叫客戶 加個表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好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呢 第一個 先 做資料的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的話 一樣是先把 這邊資料驗證改成清單 一 第二個的話 按F3 去找到剛剛建立的那個客戶編號 那我們就有客戶編號 那這個時候下拉就會有 0123 那如果說我要自動帶出來的話 那一樣啦 但如果不寫VBA程式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插入函數 用剛剛用過那個微量函數啦 微量函數其實還蠻重要的 有沒有 查它 然後呢 去哪邊查呢 F3 去客戶表裏面查 查到的話呢 要幫我把第幾藍帶過來呢 客戶名稱在第2藍 輸入2 比對方式是完全比對 好按個確定就OK了 其他的話呢 不過 這邊先選一下 底下的部分的話呢 當然電話呢 就剛好 一樣的公式 所以把公式貼過來 把這個藍 改為第3 打個勾 這是把電話 那第4的話 剛好就地址 所以把它貼上之後的話 這邊把它改成第4 因為沒辦法向右拉拉 所以只能就用貼的 好 這樣子的話你會發現 當我下拉清單的時候 它會自動帶出 這三個資料 可是會有個問題喔 按delete件 它會出現呢 僅NA 僅 是錯誤訊息 一律僅開頭 NA 是not available 就是 意思就是找不到 诶 意思是說你給我個空的啊 那你叫我去查 一定查不到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避開這個問題的話 很簡單 在這個外面 先把它剪下來 先把公式剪下 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 這個裏面的資料 等於 空的 那 我就也是空的 反之呢 就是去 做查詢的動作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啦 好 那這樣的好處 就是說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空的喔 OK 這個還蠻好記的 因為除了用這一招之外 你還可以用一個函数叫 Is blank Is blank 就是在 B1的 B3的外面 Bug is blank 不過呢 我是發現那個方法 比較 第一個不好記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外面 Bug is blank Is blank 第一個啦 當然你要拼對 第二個的話 你要打比較多字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之前曾經遇過 用Is blank 判斷喔 判斷它裡面是不是空的 我看到是空的 可是卻判斷它裡面 居然有東西 居然出錯了 反而用等於空的這個敘述喔 還比較沒有 出錯的機會 所以我乾脆後來 乾脆就用這個 第一個 它比較好記 第二個 也比較不容易出錯 因為很奇怪啊 裡面空的 可能也許是不是 裡面殘留一些什麼格式 還是殘留一些什麼東西 好像看不到的東西 那它會判斷以為是有東西 而不是空的 好那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如果它空的 它也空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is blank 這一串 如果再補到後面的話 其實這邊有沒有 你可以再把前面 複製貼過來 後面再補一個 後瓜糊給它 這樣子就OK了 這邊也是一樣 把那個 判斷is blank 後面補一個空白 不一個那個後瓜糊 這應該沒有問題啦 這應該比較基本的應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拉清單 都可以出現 另外刪除的話 它也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第一個 我們下拉清單的時候 可以帶出我們要的 但是這個地方用workday 第二個的話 下拉清單 客戶的話呢 一樣可以帶出其他 如果刪除的話呢 就是用if 這個空白的話 也變成空白 細節部分的話 雲端上有一些 答案可以參考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裡的話 幾乎還沒有用到任何 VBA 只是 一般比較簡單的 那個 函數應用 主要我們是用了 today 所以第1個呢 在第2的儲存口 裡面today 第2個的話 下拉清單 那個什麼 普通件 極件 最初件 是到郵件裡面 建一個性子的一個名稱 試一下 好 好 4個